好 主播各位觀眾 帶你來關心台北大巨蛋 落成至今呢 只有舉辦過體育賽事的活動 那麼呢 外界就很好奇說 那演唱會到底什麼時候 可以在大巨蛋來舉行呢 今天下午 台北市議會的議長戴錫青 就來召開了黨團協商會議 希望可以凝聚共識 帶你來聽一下稍早的訪問 今天只是邀請大家來表達 對大巨蛋後續的處理 譬如說該不該辦演唱會 在符合什麼樣的條件之下 可以辦演唱會 絕對不是所謂的突襲 或偷偷摸摸地辦政黨協商 更不是為所謂的安全 或該有的印證做背書 如果能夠順利形成大家的共識 成為大家朝野協商的一個結論 那麼我們就送交下禮拜三的大會 來通過也送交市政府做參考 如果大家有不同的意見 認為那樣的文字不妥 那沒關係 我們也尊重大家的意見 好 目前也知道呢 依照大巨蛋的始兆 第29條的註記 如果是要辦非體育賽事 需要符合建築的技術規則 127條 也就是觀眾席的樓地面板 應該在基地地面 或者是道路路面以下7公尺 或者是你要找到 第三方的專業信證購來驗證 可是現在大巨蛋的球場範圍 是在地面以下10公尺 雖然現在各界都是希望 在演唱會可以在大巨蛋舉行 不過前提就是要以安全來做保障 以上是目前最新 另外一個全中數字幕 接 plain Foricked 啊 對